中凉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兄弟姐妹们 Timmer 你还真惨在这边 暴女就被掩得了 全军出击 辅助跟上单换了 应该走 提莫辅助吧 你敢回抗我的意志 没双倍了呀 你要送直接送了 不是回答过你了吗 还刷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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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路要打架我去蹲一下 这个限制暴女应该会去抓她 她不抓她的话直接吃蟹去了 W没有 这路人怂了她 完了她要把我给害了 她别怕我就在身后我肯定能EQ中 她都晕到了 她刚才少打了一刀少Q了一下 A那一下或者Q那一下都可以杀了她 在减速跟她交上 看到了 下了也跑 武器死了 这路人感觉连招有点慢 情报在家里面 他连的有点慢了 他一定会有点慢 感觉暴凝要去 没必要闪 这拉克斯没办理 办起来会来凶着大臣子的 你这个劣势的一番打得很激进 有击杀的意图但很明显就是有人在 Q的太早 我觉得可以杀了 这家里又看不到我你 欢啥呢 上楼要高了 这么闻了 好了 下半区太多资源了 下楼去看一下 这个女坛换扫描换的有点早了 这提摩还没到6的 最好的情况下五分钟之后 下楼能丢个真眼丢个真眼 我们直接拿先锋去 然后再去打红看一下 看他红有没在就知道我红有没在了 这总场龟缩的不出来了 你看我这一打完先锋 他一看到我在上面去 他就跑了 他就跑了 �헤 他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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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他 他就跑了 还行 他就跑了 我觉得他想落 打西亚 尤其是长期 我都感觉直接可以给他跃了 哇 这类人看着我被打 我扛着他在旁边看啥呢 他连招有点慢 我前面就看看 还好这武器伤害不高 他刚才又少打了一个AQ 点得快点 这武器刚才直接被秒 走了 这包女药过来了 好像没吃我 走位扭了 上来直接晕两个 不是那样子的 不用离那么远知道吧 控好距离 他晕一跤就可以连招把他秒 先买这个血嫩 这有些人有眼看到你他也不会走 已经打起来了 W空了完了 血都没打掉 两个满血 抓 抓不了这样 我说难怪怎么不走的 有人剃了 好像是 有人剃了 好像是 我 我 我门的能剃了 吹一掌 拉格斯应该在附近 中路很久没出现了 我还想发个信号浪 那女药过来跟我把他秒 把这中路给他卸了 完了 这门了 哇 这这门太恶心了 杀不了他 行驶还差一点点钱 怎么没这个智能 我可以杀两个 主要他们两个人的话 没办法 两个人 两个人的话我就只能 这个血论的被动就没了 加这个窗角跟攻速效果就没了 这样 为什么能在我脚里面做蘑菇呢 他把我红偷掉了 他把我红偷掉了 真是我的心 4爆6王 你没剃 AP有点多 先买一个这个抗魔斗盆好了 这下路老是会先死 一个人就很难打了 对面这个下路又这么肥 到时候都是他们的视野 你看我去哪都视野 这就是为什么要买暗影扩镜 不买暗影扩镜都出不去是吧 把我野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了排干净 空啊 这个时候绿文千万不能带啊 本来就烈士的 带了又少一个人 然后被开了 又再死一个人 再Q一样 差点点伤害 烈士多抱团 以多打扫就能翻 一秒 一秒 炫耀 完了 提莫过来 先退下 一丝血 我们家也是对面的 对面家也是对面的 来个夜嫩 2188 不行不行我得先把新石买了 这样的太散了 这波新石一定要有先买新石好了 不能先买夜嫩 我都忘记买新石了 都没人包他吗 都这么肆意万为了 直接一口给他咬死了 你看都随便进我们野区的太狂了 一个人进来的 他这么打的话就是来送呢 20秒龙 看能不能先蹲蹲一个 我把他罩到脸上去 这波可以吧 让他晕了 喜欢丢蘑菇弄死你 这暗影扩建太克提莫了 其实这个提莫打完没那么强的 主要就是 这蘑菇当个脚屎棍 Q是蛮很恶心 出个暗影扩建 蘑菇一刀一个 打团一定要先秒 把文言先秒了 大团子就很肉 他能顶得住的 这文言不秒了 这大团子他一会就死了 再把暗影扩建做的性价比太高了 也是我血可以吸回来 对不 怕啥呢怕怕怕 这下团子 闪现挡大 他搭事AOE的呀 童子 打挖立士 这内文 天才 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出发点是好的 打不了 他丢蘑菇我就A 他输没了 还行吧 这波赚的 没事这个大人留着可以逼这个团的 感觉这把得出个引波刀这样 带点 有格子带针眼睛 这题目没输了 这个点题目没啥用 输还掉了 打龙没必要 没必要打龙呢 这龙留着逼团 我们不好推塔这个阵容 这大龙留着逼他们打这个团更好 哎呀我好怕这些人单带 你看这武器都不带的 这六文一定要先先剔下来啊 我给他秒了我看 差点点伤害 应该打过了 应该打过了 斯拉格斯给了好多技能 我这波有星石的盾 有魔刀的盾 还剩一个暴女 没关系 大龙有大吧 他毙了 他毙了 没关系 直接打了 应该来得及 干嘛 这大龙的R好了 卡塔有电疆 来个大野猫刀 nice buff我还吃到了 532的盾还可以 最后一件的话 看他们对不对护甲 对护甲可以再来个轻语 其实也不需要 有星石的穿甲也行 他们这个阵容来个绿甲很好 来个绿甲我无敌了 就跟昨天那个打法一样 操肉又肉又输出 我都不知道你在装什么 R1Q 散播高地 这不就翻了 直接带了两波节之后 这个打算就打赢了 一波不掉了 拉这个龙再转下个塔好了 这波团队经济起码 打回了6000块钱 这边有点不想玩了 这样子 买着绿甲的话 我们三顿有加成 星石大眼魔刀跟W 还有加了个灰鞋 我这一不在你就打不过飘了 一定要先杀我 因为我说了 不过还好 这波应该不会掉什么东西 他们兵线不好 这波只是单纯的送了 点钱而已 有轮应该会来吃蟹 等一下 过来了 等他过来吃哈马 等他标这个哈马 我感觉 没中呀 想要有游戏体验 就想要C这个版本 就这套出装 非常好用 最近这几天玩的贼爽 不敢跟他打 他打我太快了 飞过来 看到没有 我没有护甲了 给你们示范一下 不能跟他打了 有护甲这波就可以杀他 主要他也没先一我 他等我二玩在一的 他刚才先一我的话 刚好用二把他一给抵消了 等我出来这波 他要买这个手腕的铠甲了 所以我们这个打法 一定要先杀无音 他根本要买蓝盾了 差个500块钱 这卡达能第一时间 往我这边靠一下就好了 这武器他打算 不管我的这个人 所以哪怕武器有这个物理伤害 对我也没什么用 我不知道他打算老是盯着谁敲 反正他就没盯过我 露青性强一点 我们这优势怎么打得跟烈士一样 这完全可以露青对面野区的 塔下不好打 直接转大龙 他们反应不过来的 刚好中下兵权都带了 赶紧把眼排一下 直接可以秒了 这类文有T给他带好了 抢三波视野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打先手 人呢 你看我们人总是会在这边打得不团结 知道吧 我们完全可以先埋伏对面的 这视野都是我们先抢的 就跟你优势跟对方在补刀一样 打得太没血性了 先杀了先杀了 炸了他们 BQ差两个 优势很简单 你就大龙团一逼 排好视野 他们自己会过来送的 应该可以一波了 2900的电信 先来写了的话 能弥补 环子刷野效率的不足 可以再增加一波 他的单挑能力 这版本环子 就是刷野太慢了 打架太弱了 所以你出个血了就挺好的 再买这个新史 还有穿奖 而且还有一定的坦度 直接直接下一把 结算一下